今天我们来看一块反响的硬盘 准确来说这个硬盘的损坏 它是有一部分的人为因素在里面的 因为当事人说是把硬盘换到了它的站差上面 然后整个盘就不识别了 但是他一点都不慌 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我了 机主怀疑可能是这个硬盘的主控挂了 当时我还想让他尝试性的短接一下后面的这些孔 看一下能不能进到路模式去读取一下这个主控 结果一番折腾下来最终还是来到了我的手上 现在这一块硬盘上电 它是几乎没有任何电流的 并且这个电源芯片上面 它是一个电压都没有产生 确实没有啊 按道理来说如果是主控坏掉的话 不太可能会影响电源输出 但是也不排除因为其他地方短路 导致这个电源芯片触发了过流保护 然后我又问了一下 是不是在更换硬盘的时候不小心磕碰到哪里了 毕竟这一个盘它是有双面颗粒的 结果一问还真的问对了 机主说可能是碰到了屏蔽罩 占叉的硬盘位置上面有屏蔽罩吗 有没有同款机器的网友来回答一下 刚才我又测量了一遍 这些电感的对地组织 我发现有其中一个好像是有点偏低的 只有70欧左右啊 而其他的一般在几千欧或者是几兆欧之间的 如果这一路供电它是通向主控的情况下 那么它有几十欧也算是正常的 于是我又一直找终于发现有一个不对劲的地方 这一个写着零戴着绿帽子的保险 已经变成一点多兆欧了 而且这一个边缘它还整体发黄的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还会以为它是一个电容啊 那会不会是这一个保险烧掉了 才导致这一块硬盘不识别的 我们现在直接给它一坨锡连起来 干完以后电流直接轻松跑上来 并且有跳变 当然了硬盘也是可以直接轻松点亮的 一共有12344个分区 还好我没听它的意见 直接去干这个主控 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之外 一般情况下坏主控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如果真的要去干这个主控 我估计这名机主还要再一次大出血啊 因为我刚查了一下 这一个盘的价格要差不多700 突然感觉今天这一个视频有点水了 那没关系 咱们继续来看一个三星的980 Pro 这个硬盘可以说是非常的新啊 这个保修贴纸上面写的还是23年4月25号 刚好过了半年 他在当地检查了一下 结果也翻车了 于是我就变成了他的接盘侠 这名网友也非常的果断 直接说里面硬盘的资料优先 本体嘛已经无所谓了 我们先来给他做一个大致的体检 硬盘的电流是跑不上来的 一直在这里循环的跳变 而且还会伴随这种电流的消叫声 我感觉这一块盘有大概率可以减漏啊 那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就是三星典型的短路症状啊 咱们直接开一个热成像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硬盘左下角这里 已经出现一个小太阳了 这个地方 恰好是一个滤波电容 咱们来直接量一下 确实是短路了 我怎么感觉这一次维修连贴纸都不用撕了 就是这个电容啊 咱们直接给它扣掉 这个滤波电容拆完以后 依旧是短路的 感觉还可以继续拆啊 我要收回刚才我过于自信说出的话 最终我还是不得不把它的贴纸也给它撕掉了 并且又发现了两个短路点 这两路供电的对地组织 刚才我测量了一下 它们只有二十几欧啊 恰好这两路供电是给主控进行供电的 之前修三星硬盘的时候 有遇到过因为板层短路 导致这两路供电的阻值被拉低的情况 我们先把这一个主控拆下来 看一下会不会有所改善 主控拆完以后 这一个盘依旧是短路的 现在这一个电流声还在一直滴滴作响 刚才我也接线烧过这一块主板啊 表面上也并没有看到其他地方有短路的电容了 这就证明极有可能是这一个板层之间出现短路了 现在我要掏出之前次巨资收购的三星980pro料板了 这一个盘是炸01的 网友那边做完资料恢复以后 就被我以100元的巨资收购下来当料板了 主板是好的 现在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把这些芯片全部给它换上来 硬盘上机还是没有反应啊 不过这个硬盘短接 它倒是可以进到路模式 目前只能证明这个主控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说可能呢 因为之前硬盘是短路的 还是会有一定的概率 把主控部分功能性相关的引脚给烧坏 或者是把一些低压工作的芯片给击穿 好比如说这个缓存 它的工作电压是1.1V的 核心供电 颗粒的核心供电 它是1.2V电压的 虽然目前大家看到我的表现非常的淡定 其实内心是慌得一笔啊 万一没修好 那又得亏料板了 而且还会辜负这名网友的期望 因为目前硬盘的状态还是不太明确 如果此时我们再来掏出一块全新的料板 那么离成功是不是又进了一步 料板上机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块一梯的盘 坏盘上电 它是会卡电流的 卡在0.28这里 我们现在来拿这一块好盘做一下对比 料板上电稳定以后 这一个电流会在0.31左右跳动 现在我们来单独测试一下 这一个缓存它的工作是否正常 因为有时候如果缓存出问题了 它也是会卡电流的 坏盘上的缓存它是2G的 我这一个料板上面是1G的 这一个缓存可以换大 但是不能换小 我们把这个缓存挪过来测试一下 好的缓存换完 这个盘还可以正常读到啊 证明它这个缓存是没有坏的 不过由1G缓存变成2G 对这一个性能是没有任何提升的 这样的话 排查范围又缩小了一点 就剩下这一个主控跟颗粒了 这两样东西坏其中任何一个都是致命的 我现在打算给它再换最后一次主板做尝试 风险嘛 我已经告诉这名网友了 如果还是不行 那我也只能放弃了 如果可以了 那就证明我之前是没有把主控或者颗粒干好 毕竟这一个主控的点位还是蛮多的 不排除第一次没干好啊 为了防止再出现其他意外 我们把这一个颗粒给它单独测试一下 好的 四个ID可以读到 换下一篇 第二篇也没啥问题 这边我又闭着眼睛 把颗粒以及主控给它搬了过来 这真的是我最后一次尝试了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今天就得亏掉我两块料板了 好像有反应了 好了好了 分区识别出来了 终于亮了 虚惊一场 另外我还好奇看了一眼 它这个盘 居然还是暴零一的 不过这一个读写量 它倒是不大 帮助 提换 帮助